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我在深厚岸区发现了一间Lounge 里面的食物非常创新 亦都非常有心思 不如现在一起试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明酒狼 喝点酒就一定了 这里的小食拼盘就一定满足你了 他们还会配上专属手工啤酒给你 而这个小食拼盘有什么呢? 有西拉牛肉沙律 有牛肉塔塔多士 两样都牛味十足 另一份就有酵多士、杂菜芝士飞碟 还有这个我大爱的芝士焗翠薯片 配上这杯酵多士的手工啤酒 Happy Hour就是这么简单 另外这里的炸鱼片都同样出色 香脆的鱼片配上手打的番茄酱 细节位看到诚意不错不错 再提提你们 这里会经常更换这个小食拼盘里的小食 保持新鲜感 还会换一只趁到绝的手工啤酒给你们 好了 都知道你们不够猴了 未来还有不少好东西等你们 不要走开了 来到Launch 除了喝两杯小食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轻食可以选择 这里的轻食由早上到晚上都有 好像我面前这三款的Palini 都是一个超级推介之船 因为通常好像女生 可能不想吃太多 早餐的时候可以吃Palini 午餐时可以吃 下午茶都可以吃 甚至晚餐都可以 今天就推介三款给大家 先试这一款 这一款是墨西哥辣椒鸡肉Palini 顾名思义是墨西哥辣椒酱 还有加上鸡肉 这样一起做的 不知道入口怎样呢 先试一试 相当的丰富 它的层次感也很强 通常我会怕面包很硬 然后又不够酥脆 这个就非常酥脆 而且里面是放了一些酸辣椒 青瓜和鸡肉 再加上墨西哥辣椒酱 相当之惹味 接下来就介绍一个 大家可能想都没想过 会是这种馅料 配Palini 就是招牌麻辣牛肉Palini 哇 怎样会想到这个麻辣牛肉 我通常都是吃一些牛肉片 这样放进去 再加上芝士 但是这个用上一个麻辣酱 我自己就幻想不到这个味 真的要试一试 它入口的麻辣味是非常出色的 而且它是在口里入口 就有那种麻麻辣辣的那种感觉 还有牛肉非常香 而且做得很软和汁 如果大家做到闷滑的 想在平日的时候有些惊喜 聪神一下 这个非常推介 好了 另一个 另一个很多人都会叫的 就是Chiese and Ham 芝士和火腿 不用介绍 它是非常經典之作 亦是非常普通的組合 但在平凡之中 大點不平凡 就是它用了三種芝士 分別有Parmacan Cheese Tether Cheese 還有Mozzarella 所以它三種芝士 相對來說我比較推薦的是早餐 因為它的味道對比之前兩種 是沒有那麼濃烈 而且它是用了煙燻火腿 所以吃入口非常清新和精神 這個我也非常推薦 通常我們吃一些輕食 例如麵包 當然不少配上一杯美麗的咖啡 因為一杯美麗的咖啡 可以令一整天充滿活力 這咖啡是咖啡之特調 用了三種的豆混合在一起 對 入口的甘香是非常濃 而且會帶造一些可可和樽子的味道 入口的咖啡香整口都是 通常來到Launcha 除了一些輕食 和剛剛說過的小食 或者一些啤酒之外 當然不少也有些主食 接下來就試幾款的意粉 完成這幾件Panini 還想補菲的話 不如試試這道的意粉 可能你會覺得番茄意粉沒甚麼特別 其實它都是在細節花了功夫 每日用新鮮番茄 去推自己口味的番茄醬 務求酸度、甜度都達到心中的味道 再加上後家的車尼茄 令到這個意粉生息不少 如果你不喜歡吃番茄 這個蘑菇雞肉意粉可能會適合你 滿滿的蘑菇片和雞肉粒 料不怕多,最怕你吃不完 那就是值得吃 其實這裡這麼多款食物 看起來簡單 其實師傅都用盡心 在一些別人看不到的細胃上努力 所以下一次如果想吃這些輕食 又或者Happy Hour 這間絕對是好選擇